今年的港府在二月全線撤納 這樣撤納第一個月 一二手樓的成交都有創新高的 不過到了五月份 成交量就大跌了 博士你怎麼看呢? 它照計撤納就應該對那個成交量的幫助 給對樓價的幫助是大的 但是那個樓價和成交量 中長線來說始終形成了一個正比關係 就是你看回很多地方 股市 樓市 很多這類的資產價格也好 價和量其實長線來說是正比的 就是在樓市來說 它那個所謂量就是那個成交的量 股市來說就是每天成交這樣 那麼你最初那一刻 其實撤了之後 是會釋放了一些所謂的購買力 那些購買力就是 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存在這裡 它是想買來住的 但是買來住的那個比例呢 其實也跟整體那個市房的樓價是掛勾的 就是如果那個價格 理論上你在那個需求定律之下 就越便宜 它就越買 越貴就越不買 但是其實有很多買來住的那些 它的心態上都是有一點點投資或投機的成分 那價格升的時候就買了會舒服一點 價格下跌的時候就不買 會觀望 會讓它穿平一點才買 所以如果那個價格本身是向下跌的時候 你很大機會你看到那個成交都是會向下的 就算用家方面都是這樣 現在在這個環境 即是如果你要炒家入市 你就炒家對樓市要有一個叫做見底的看法 問題就是現在不是 因為大陸的樓價還沒跌完 最新剛出的數字都見到跌了多厲害 那大陸的樓價一直在跌 將香港的樓價周期都扯向下 現在在這個環境炒家就很難入市 炒家不入市 即是所謂什麼剛性需求用家主導 即是這種說法 但用家有多少呢 以前有很多在香港買樓的樓價就走了 但搬來香港的樓價就很多是大陸的新移民 那種大陸新來的移民 他可能第一下腳未必會馬上買 他都可能會看看合不合住 或者工作是否適合 或者應不應應等等的因素 第二就是 其實現在大陸下來的那些很多都是窮的 老實說 現在越放越多是越來越北的那些 即是有錢的那些我會說一早下來了 那你新一層下來的那些是窮的話 其實他本身在他的紙水 他那裡人工 消費 其實跟香港比是有一個距離 樓價都一樣 那如果你貿然來到香港要買一層樓的話 他一定要在大陸那裡去暴發戶 但暴發戶那些很多都是炒地產法 即現在就可能倒下來了 如果下來的那些早就下來了 那你未下來的那些又不見得說你打份工可以來到香港買樓 香港打份工買一層樓都難了 那所以在香港來說 你說要靠工作走去買一層樓 其實這個不會是一個很大的需求 你徹立只不過將累積了一段時間的購買力突然間 即是逐漸了出來而已 你逐漸了出來 逐漸了之後 那其實整件事就又打回形了 所以現在你最終的樓價的勢都向下 那很自然那個成交和所謂樓價中場來說 成政比就是一樣向下 所以我不會覺得很奇怪 你也都見到那個所謂物業期都是幾個月 這個跟以前的觀察都是吻合的 那這樣就是說 另外這一陣子的香港樓市都有很多的負面消息 比如說赤柱的美利樓 現在都人去樓空 銅鑼灣的一個鋪位的租金都急錯百分之九十四 這樣尼家閣的總裁廖偉強就預計 因為全年的樓價會跌幅達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博士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我對某人的看法我不會評論的了 你剛才說的那個現象 個別一些銅鑼灣的跌九成那些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在升市的時候 就是說過去的二三十年 它那個升的倍數是很驚人的 十倍一百倍地升上去 你看一下這樣的鋪位其實全球可以排到最貴 甚至它比銅鑼灣周邊的地段都貴出一大截 那個日價完全不合理 你在一些很景的日子 其實有些美的位置 比如那些所謂的街角位 可能第二站出口的多眼位 你那類的樣子是會引來一些外資 就是租鋪來賣廣告的 租鋪來賣廣告 這個在以前來說是很流行 因為你純粹租鋪 你說要靠生意額回來 去交它的租是不可能的 你說幾十萬過百萬租怎麼租 就是不可能交到數 每天怎麼做幾十萬生意 所以租鋪回來 其實它是有其他的目的 目的就是在那裡 如果本身它是一個外資品牌 甚至是一個大品牌 那它比在電視機賣好 就是那個位置有這麼多人看到 但是如果你的經濟一轉叉的時候 或者人流少了 很自然外資會縮的了 那你再加上2019之後 一大堆壞東西出來的時候 就直接外資撤走 外資撤走之後 其實正常的港資和中資 就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就是不會這樣租一個店去賣廣告 就是外資多 有時候不是只行銅鑼灣的 你譬如走一下中環 尖咀 有時候你都會見到那些差不多的東西 你或者回憶一下那年前 是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現在是越來越少 就是你如果外面的品牌 不玩這套的時候 你本土那些又不玩 或者沒有這樣的資金 沒有這樣的財力去玩這套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看不到為什麼可以以六位數 甚至七位數去交鋪的月租 這個是不至實際的 那你回到一個正常的水平的時候 那很自然的 升一百倍就下回九成了 這個是簡單的數學而已 但是其他的那些 就是我想有代表性之說 其他那些店舖普遍來說 都有一個跌幅 那個跌幅是三至五成的 這個是你查的那個 猜股署那個統計數字查到的 這個是比較真實的反映一個 就是所有成交了的店舖那個價 租金來說都下跌了三成的 如果你售價來說 大概跌了三至五成左右 那這東西其實又 某程度上是很個別的 如果你在一些所謂旺區 它飆得太高 即旺區來說 就算你不是銅鑼灣升一百倍 你可能升了十倍 你升了十倍 你升了十倍跌了一半 其實你這麼多年 二、三十年 你累積的那個升幅 也有幾成 這個都不是一個低的升幅 你看回猜股署那條 店舖的售價指數 其實長線來說 譬如說現在對比二、三十年前 其實都升了很多 就算你現在由頂位 跌回三五成也好 其實都不是一個跌了很多 對比二、三十年前 你還有一個多高的水位 日價都多厲害 很明顯都跑完通脹 很多 所以在這個角度說 那我又不認為是一件什麼大的現象 那麼就現在的房地產市場來看 博士你覺得那些業主 是應該降價出售 例如說他有樓盤的 還是租給內地的那些留學生 或者大陸專才會比較好些呢? 看你怎麼看呢? 如果租給大陸那些留學生 第一就是地段要接近學校 香港也有所謂十宗這間的大學 即所謂大學 周邊那些 即不是那麼多大學有宿舍 我想大部分都沒有了 他沒有宿舍的時候 他都會在周邊找些地方住 但是如果你說去得太遠的話 那些學生也會必制的 譬如我現在在倫敦這樣說 倫敦也有很多大學的 但是如果你說有一些 我都見過有些樓 很明顯是間開五六個格 很明顯是給學生住的 但是他的位置又不是很方便 又不是太近大學的 那你這些這樣就難租出一些 所以結果現在這些樓都拿來買 但是在香港來說 你說要在大學附近 找到一些這樣的樓盤 其實又未必很容易 就是很多大學附近都叫做 已經發展了 就是叫做樓都不低 就是那些樓 那些樓本身 可能都屬於一個豪宅 或者半豪宅地段 就是他建出來的設計 就不是被你這樣劏房 劏房就被人租出去 所以如果你說要在大學附近 找到一些這樣的間開了的 可以劏房租出去的 我看不是太實際了 現在也不見得說 你整個很漂亮的單位 一大一個 租給一個學生 以前就 我想20-30年前可能有 就是一個大款 然後有些子女來讀書 但是現在應該是比較少 就是來大學讀書那些 都租到沽寒的 你看到很多 就是他一般的消費都不是 好像以前那樣的 所以如果你就算租到給他 那個租金回報率 都未必會很高 就是我猜到 都是你是靠間開幾個 然後 然後同時間就走去 就是一下子租出去 但每一個不是收回很多 其實劏房劏出來 一般那個租金回報率都會比較高 但是放租給大陸的大學生 就未必十分高 未必十分高 好處就是他一炮過 可以給你一整年 甚至兩年的租金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他有很多這些 他暑假那幾個月 因為香港都多假期 就是一般大學 一個 term都是十四五個星期 你考完試 其實整個暑假可能有三四個月 三四個月 他還不跟你租呢 還是他回到鄉下呢 這個又不知道 所以你也中間可能有個位就是 每年不是這麼巧 你整間房子都租給同一個大學生 那你拆了幾年 每年呢 你可能有一兩間房子就畢業了 然後你又要感覺到他 究竟你是不是可以 那幾間房子 這麼巧可以 每個月都陷陷租出去 這個也是問題 那變成你有些 如果吉祥的租不曬出去的話 也會拖下租金回報率 就是這樣說大陸的大學生 他這種這樣來的需求是穩定的 但是真的 又是那句 他不會付得很高給你 這樣其實都還有一些專才的 這樣 除了大學生還有專才 他就是 都可以租出去 就是說 現在的市房其實出售或者租房 除了租給大學生 其實 是不是都艱難呢 無論是匯報率還是出售方面 賣就困難的 因為你真的在下跌 一直在下跌就沒有人買的 就是每個人都看的 所以你看到買賣的成交 其實真的頑皮 尤其是你現在一手樓那裡 就是報紙就是專門跟地產商合作 就是銷售他們的一手樓 你看到報紙的財經部 頭一兩三四版都是他大賣廣告 然後新聞都是被他霸賣的 就是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香港人也有鋪癮 是貪一些新的 那你貪一些新的 那你貪一些新的的時候 就是一手樓已經 封掉了二手的市場 你二手就變得難做了 那你的確也是 如果本身那個買賣需求不是那麼大 你一手已經在搶爛市 有時候一手劈價 劈到差不多二手同價的時候 那你二手怎麼買呢 那你變成拿著那個業主 他不是說貼價開你就會買的 貼價開他還要 那現在的momentum是在下跌向下的 你貼價開是沒有人跟你買的 你要再記錄一些 就算現在不用給辣椒 你再記錄一些 讓別人有位食 你覺得有得上回來 有得賺別人才會買 所以變成你很多時候 現在賣樓 你要劈到給市價再低一點 那你才賣得出 那他覺得肉赤的 很多人不肯的 所以在現在這個位置 就多數不賣了 那租 那一段時間 就是之前你見到租金是真的上的 那價錢又下跌 那租是上的 但是這個情況也很難長期維持 因為始終你樓價都是租金 租金也是一個基本因素 如果你的租金是一直向上 樓價一直向下 那這兩者其實是不可時俗的 最終其實有一邊走錯了 會回頭 那邊走錯了 這個要看你的經濟 究竟你現在是見底了 即是如果你經濟真的最差的那個位置 是叫做過了 那有機會那些東西是相對走回後 即是理論上就是 但是現在你有一個新的因素 就是香港和大陸 尤其深圳那邊是打通了 那你打通了的時候 即是其實你一邊的水位太高 那邊水位太低 那你這種這樣的混混情況之下 就跟經濟周期沒有關係 但是經濟周期以外給了一個新的因素 就是你兩個地方要Integrate 即是要整在一起 整在一起的話 你香港一定是整體的價格會扯下去的 那現在你之所以放著 就是因為香港那邊的人工 尤其是人工 我想是還撐住 但如果你去到一個 即是人工都要跟大陸 是所謂要看齊的扯平的時候 看得不齊都好 如果你有傾向扯平的話 那即是香港要加薪了 那你事實上你大陸已經減薪了 你香港那麼久都沒有減過 即是沒有什麼減薪 還加薪了 其實這個也是不可持續的 你看到去到某個位置 其實都會減 這件事其實大家有眼看 看到會發生的 那你看到會發生的 那你看到會發生的時候 差到他幾時走幾快而已 那所以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個租金其實也很難說 保持著是一個一路向上的狀態 而且你現在越洗越多大陸人來香港 即是香港本身的人越來越少 大陸來的人越來越多 那真的看不到為什麼 這樣換血之下 香港那個租金可以一路這樣撐上去 就算你人多都這樣說 那個價錢不會給那麼高 所以其實如果 那個赤價來說那個租金 我不認為可以有壓力一路向上 即是職有跟著的樓價占一向下 所以這樣來說你租也未必有好 博士現在各行各業都叫苦連天 現在五月份的香港採購經理指數都降到49.2 連續第三個月是跌破五十大關 博士你怎麼看香港的前景呢? 那你採購經理這些就比較飄忽的 即是有時候你問經理 那些經理採不採購都 即是看市況 或者看老闆的預算 即是採購經理是負責採購的 不是決定不是決定買還是不買 決定買不是買 老闆的決定 經理負責買什麼 即是負責去哪裡買 所以即是如果你問 你問Execution 那個的話 即是很多時候 即是那個答你那個心態 都是看回那個客觀環境 因為現在那個環境 譬如說美國這樣說 其實你看見PMI都鴛鴦的 即是製造業那個是縮的 服務業那個是確張的 那香港都有少許類似這樣的情況 即是大陸最近都出了一個PMI 都是這樣的 服務業那個相對高一些 但是製造業那個是差一些 即是你現在在這個周期未是衰退的時候 即是大家知道他還有份工 一直在花錢的時候 即是服務業就不會有一點特別差的 即是普遍都是50或者以上的 但不會很高那一隻 一般如果你說要很暢旺的PMI 說55至60 甚至美國有一段時間 只去到60多才試過 但其實現在香港是見不到這些的 通常可能55之前 53至54 即是那些算是挺好的 那你一般服務業就是這個 如果你製造業呢 就不算了 即是因為真的在說那個 息口高 息口高的話 你借錢啊 投資那裡很難做 生意差 生意差 你沒有生意的時候 尤其是服務業 你還可以 譬如買一些基本東西 衣食住行那些是賣得出的 有需求的 有那麼多人就要有那麼多需求 但是你如果製造業那些 你說什麼世界工廠做完之後 舖出去出口的 那些你很難搞的 即是人家全世界在背負著你 因為在這種環境之下 我就不認為 即是那個製造業那些PMI 你會給得很好的 那個看法出來 那你兩樣東西一整合的時候 那當然香港就 PMI相對會比較漂亮 因為香港的服務業就佔了九成以上 GDP也是的 九成以上是服務業的 即是那個比例很懸殊 但是又有一個問題就是 香港也是一樣的 即是跟深圳看齊 即是剛才說的那樣東西 就是你租金流價 你都會傾向下的時候 你整體那個服務業那方面的售價 你一樣會看齊的 譬如整牙那些 走到深圳看齊 即是你如果售價那裡有壓力的話 那你自然就 即是在採購成本那方面 你就迫著要抓緊 所以香港其實是有一個 特殊一些額外的因素 是外面沒有的 就是一個跟大陸扯平 即是他現在的關口廢了他 等他那些人可以冒染雞農 走來走去 你用這種現象 就令到香港的售價 被迫著是很快的去趨向大陸那邊 那變成如果大陸的PMI 是一直頑皮的話 其實你香港的PMI很快 都可能是大致上會趨向它的水平 尤其是本身的售價水平是相對高的時候 你在趨向它的過程之下 那這些東西就會跌 那這些東西跌的時候 你算出來的PMI 我懷疑可能 即是那個dynamics 是有一段時間 你的東西向下的那個現象 是會令到你 算出來的PMI 比它的更差也不一定 那這個 這個是一個比較 中長線少少的引誘 我會